大家好 我是半導流 今天我看到一篇新聞覺得不突不快 雖然我的頻道不是爭論 但是看到這個新聞甚至為台灣人感到不值 我想大家都知道台灣人真的很善良 甚至善良到天真 台灣的國土雖然小 但是我們志氣大 例如說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時候 或者江國那邊先前的一些天災人禍部分 台灣人一號召起來就大量的捐款 而且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 不輸那些任何的世界大國 台灣人形善相當的有名的部分 那這邊新聞是說中國人來詐騙台灣人 有一個中國網紅帶著他離海的母親來到台灣 然後說自己多窮多慘 然後國旗同情 並且找了他一些大陸同胞來支援他 來聲援他 然後向台灣的募款來救他的母親來醫療 那也順利來到台灣 然後進去三軍農種治療 然後最後就往生了 那可能募款的金額比較多 然後他處理完之後回去他中國之後 馬上就跑去日本玩了 那大家知道中國人也要去日本 需要提供財力證明 需要提供很多很多的資料 證明到他不會跳極自由在日本 因為這件事 因為有人在日本看到他 然後穿得很華麗吃大餐 就被back-end出來了 他就是帶他的愛母來台灣求醫 然後募款 然後騙台灣錢 那就算了 在中國的社交媒體 但是在中國他那邊有講說台灣人很笨 等於說兩邊都討好 說台灣人真好騙啊 很好騙啊 錢都很老募集這樣子 這位中國網紅叫做Jack 他現在目前在YT也有頻道 他整個來募去賣就是說 他帶了罹患血癌的媽媽來臺就醫 一個多月期間 每天進入台灣生活上傳影片 並且說我愛台灣等等 感謝台灣 同時也獲得網友的關注 不曉台灣網友慷慨捐錢物資贊助 最後呢Jack的母親 在今年5月20號病逝 最近最傳說Jack的黃稱為了一隻媽媽 賣房賣車甚至負債 其實他的經濟狀況相當優雅 還到日本遊玩 而他光是從台灣就募得超過500萬台幣 事後隨著封鎖幫助過他 知道他真實情況的人 根據其他YouTuber的揭露 收騙了台灣民眾 包括月薪3萬的上半族 讓他掏出5千塊來幫助Jack 成為真心患絕情的苦族之一 台灣YouTuber巴琼也在影片中公開 發表分析他影片中諸多不合理的地方 例如說他宣稱他為了一隻母親 舉家到北京就醫 宣稱醫療費高達700多萬 然後基本上他是在河北 有興趣詳細內的話 歡迎去巴琼的頻道看他的影片說明 然後之後又到了台灣 他就拍一下跨國就醫過程上傳影片 建立在孝子的人設 並且也透過各大社群媒體發行募捐活動 而且在台灣他又像露骨的杯子 印有Jack愛台灣之樣的包包 讓很多的台灣人看到了非常的感動 在他上傳影片或直播的時候 大方的donate或者送物資到醫院 甚至提供免費住宿等等 甚至還傳出有人將房子抵押給醫院 為他做擔保 這個是比較扯 然後他半晚他媽媽後事之後 卻迟迟不公布目的款項的花費迷信 一直到被另外一個YouTuber 抽破在中國的時候 根本沒有跨線式到北京就醫 從頭到尾 Jack的媽媽都在河北 都在河北燕打入道培醫院治療 而號稱負債累累的Jack 跟被揪出 坐高鐵的商務艙 買最新款的蘋果手機 在中國目前能限索赴日旅遊的時候 可以拿了出20萬人民幣的存款證明 獲得簽證到日本開席旅遊 各種的證據跟質疑 結果並沒有回應 目前仍然沒有公布 究竟默默的多確切金額 又將錢花到哪裡去 這些惡劣行徑讓他自己的同胞 知道實際情況的YouTuber 也看不下去了 來揭穿他 嗆他說你們都幫我們當雜子 我想台灣人很多外國人的熱情 跟善心是相當有名的 很多外國人到台灣都說 台灣人民很熱情 很有人情味 包括問個路 他可可帶你去 直接帶你去 不管他手上有沒有什麼事 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很多不肖的騙子 就是利用台灣人這一塊 類似的柔軟來詐騙台灣的愛心 甚至金錢物資等等 有時候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留言說 有關於外國影片拍台灣的 或者是說介紹台灣的部分 或者是說他喜歡在台灣生活 留言說謝謝你 謝謝你們愛台灣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謝謝他愛台灣 難道說就像我們到國外去 我們很喜歡這張地的風土民情 或者是很喜歡他們那樣的美食等等 然後真的太棒了 我也很喜歡 我真的太愛XXX對不對 也不會說謝謝 愛我們國家 喜歡我們的國家 或許有人會說這是一種感恩的方式 但是我想感恩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他會喜歡BD是台灣有過人之處 那也會有討厭的啊對不對 我們並非要說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謝謝他們 因為大家都做好我們自己的國民外交 那他們喜歡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不喜歡那可能就做得不足 我們在努力嘛對不對 我記得有個助家寫過一句話 就說中國人已經歸久了 那台灣人被殖民久了 甚至會有點自備 那這句話我是不認同 我是覺得說我們平常心看待 那我們不用像說強國人這樣子 忘記的自信到自大 我們還是有感恩的心態 因為我們是從天精神 我們是有道德良知的 會有感而發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必須把資源 用在真正需要的 而不是這些人色偏 他們詐詢每多一份的資源 就是解少真正需要 被幫助人的一份的資源 以上是我一些個人的潛見 那跟大家多一個分享 大家有任何小朋友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一起討論 以上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節目再見囉 拜拜